同学们欢迎来到跟我读书 今天的读书内容是 牦牛全身都是宝 下面我们开始 牦牛全身都是宝 人们喝牦牛奶 吃牦牛肉 烧牦牛粪 它的毛可做衣服或帐篷 皮是质格的好材料 它既可用于农耕 又可在高原做运输工具 本期小问题 牦牛的毛和皮分别有什么用途 请将答案写在下方的评论中 好了 今天的跟我读书就到这里 大家都学会了吗 我们下回见 再见